我常常说很多的时候 你常常会觉得 你的人生可能有很多时事路口 然后你会思考 我是不是哪一条路 我当时走了 我的人生会怎么样 我当时是不是跟谁交往了 我当时是不是怎么样之后 我的人生会有一条不同的轨迹 我是不是会过着 怎么样的一个更好的人生 或者是从此怎么样 我告诉你此刻的我都没有 我觉得我所有过去的路 都是正确的选择 你知道那个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太爽了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 我是Kiss研究生 其实我们有一阵子 没有认真的在聊一些书 其实看书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那个作家在写一些文字 讨论自己的人生 跟去看一个戏剧作品 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作家 他其实已经写了蛮多本书了 他也经营部落格 也有粉砖 他叫做黄大米 我等一下要请他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叫黄大米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还不知道 他最近的新书叫做 可以强悍也可以示弱 这个真的是一个金句 不过我看一下他过去的每一本书 基本上都在聊这种 要感受一下自己 怎么被老板虐待的感觉 因为上一本书叫做 若你委屈自己 任谁都能刻薄你 然后再上一本是 功劳只有你记得 老板谢过就忘记 非常有趣 他在2016年的时候 开始经营粉砖 现在有24万的粉丝追踪 他也有做Podcast 其实我不太确定 他这Podcast的名称到底叫什么 因为他叫做黄大米哈拉王 不过哈拉王最近好像不见了 另外他还有另外一个Podcast 叫做米粉汤 其中哈拉王已经快要将近100集的节目 都在访谈 跟一些他的朋友们聊天 他曾经是做东升跟TPBS的记者 然后也在福大 做新闻中心的执行长 也做过求职网的编辑总监 实在是太精彩了 听他来聊聊他怎么强悍跟失落 我们欢迎今天的创作者黄大米 研究生好 大家好 等一下等一下 为什么是黄大米啊 其实在早几年 就是在我开始开粉丝团的 那早几年 其实整个台湾的社会的氛围是说 只有鲁蛇才会去开粉丝团 或是经营自媒体 就是你在职场不顺利 感情不顺利 人生不如意的人 你才会需要找一个出口 那在职场上面顺风顺水的人 会觉得 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 是有一点点 好像不务正业 而且会觉得 他绝对不可能是可以超越主业的 那当时我在职场上是顺风顺水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要去经营粉丝团自媒体这种东西 那所以经营粉丝团 这个东西是没有浮现在我脑中 那当时我在人力银行负责 当编辑总监 我要负责那个网站的流量 那负责网站的流量的时候 就变成说我认识了很多外站 所谓金座刊 什么之类的各个网站的编辑 那当时候我知道编辑的难处 就是他们都很缺稿 但他又没有钱买好的稿子 所以他要四处去邀稿 那四处邀稿的时候 有一天他就看到我在个人脸书上面 写一篇评论104人力银行的广告 拍得真好 所以我就在我的个人脸书上面 就开始回忆我的25岁 以及称赞的104人力银行 拍的广告真好 那当时我是在夜市一二三求之王工作 所以就变成说 就那个网站的编辑看到之后 就跟我说 你的那一篇写得很不错 可以让我放在金周刊来用吗 我就说是可以让你放 可是作者你不能写我 你写我的话 我的老板会不开心 就是你怎么会去赞美 其他同业的那个广告拍很好 那怎样 是我们拍得很烂吗 不值得你感动吗 他就跟我说 那你要不要就是盖一个粉砖 然后我就直接跟别人说 这个是这个人写的 不是你 我说好啊 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 好像是中秋前后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我其实要回南部返乡团聚 然后又已经是比较晚了 那我就立刻盖粉砖之后 我本来因为实在是太稀闹 我本来要叫大乌龟 因为我觉得 啊这个东西就是只是我就是混一下而已 然后 但是一定要有大这个字对不对 就觉得还蛮好笑 比如说大笨蛋啊 大猪啊 什么都OK 就是完全无心插流 然后那时候我在网路上找不到一张 免费的大乌龟的照片 然后让我觉得 那怎么办呢 好吧好吧 那我就想到说 因为我长期啊 因为个子不高都被叫黄小米 那我就想说 我已经来到四十几岁了 还叫黄小米成何体统啊 于是我就取名叫做黄大米 然后为了要隐姓买米嘛 不让公司知道 我就拿了一张就是 我在那种租借戏服的时候 头戴大青蛙的头套 所以我一开始粉砖的时候 我的照片是一只戴头套的大青蛙 然后就这样开了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因为你之前就做记者 所以说对你来讲 你可能一直都是 也不能说靠笔吃饭啦 应该说最起码你是喜欢写字的人 但是在记者的生涯当中 你可能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写出去之后 虽然你也是挂你自己的名字 可是那个算是一个写给公司的文章 甚至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流量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用你自己的一个自媒体的出发点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现象 这个很妙 很多人都会以为就是我原来就是很爱写字 这真的是大错特错 我其实我过去长期以来的资历 大部分都是在电视台 我只有在一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 是在报社 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报社的时候 因为要交短片的稿子 平常大概就是800字 可是要遇到专题的时候 可能会拉到1500 3000 4000 你知道我常常是哭着写不出来 然后我哭不着写不出来 而且你知道会由于实在是太写不出来之后 我就会去拜托 就是我认识的学长姐 就说可不可以帮我写 然后我帮你多跑几条新闻 所以那时候对我而言写字压力是大的 而且那个大道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社长会赞美我写哪一篇不错 我当时都会心里只有想的就是 这个专题可以下次不要再叫我了吗 我真的很不想写 然后我到电视台 我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其他什么崇高的理想 我是觉得那时候我就看到电视台 因为我在平面的时候我是骑脱摆 然后我常常不小心在下雨天 跑新闻的时候雷惨你知道吗 就会弄到自己很狼狈 可是我看电视台女记者 每次都有黑头车接送 我就会觉得人生有为异弱事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到电视台 那电视台稿子大部分都是会落在 大概四百五百字而已 对一直在写短稿的人 而且我们追求的是口语化 我自己觉得 我知道我做的新闻很有收视率 我很会搞笑 所以我们公司只要是好笑的新闻 或是这条新闻 他就让整个主轴是呈现一个比较cue的 他就会派我去 所以对我而言 我很习惯躲在别人的故事当中 去呈现我自己 而且我自己会自破我的性格 我是一个角落小动物的人 就是我其实不觉得 我那么爱走上台面 然后角落会让我安心 当你成为一个金粉丝团的人 然后甚至你面对网友的攻击的时候 然后以及你要出书了 我当时候是特别去买了非常多 得到文学奖的作品回来临摹 然后看了非常的多的书 我是在走上这条路之后 我才开始疯狂的进修 我甚至会跑去参加那种大学生 或是二十几岁 才会去参加的文学营 你知道 对 哇 这也太青春了吧 对 然后可是当时因为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 所以其实也没有人发现是你 然后反正你就是坐在台下听课 那听课其实我要分享 就是如果你要精进文笔 不认识台上的讲者或是我 我们都发现有一个诀窍 就是你的语会要丰富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不断的在抄写 很多在上面比较从文学的那个讲师 都会抄写张爱玲的作品 去临摹那个修辞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这一行 然后又觉得说你自己对你的文字功利 没有那么有把握 你真的不用去报名参加一些 有没有的线上课程 可以了解 你真的就是乖乖听我的 就是看到好的文章 印出来随身带 然后一直抄写 它上面打动你的句子 抄到你都已经会背了 那你再去进行下一篇 这还蛮有趣的 你这有点像是那个 在把人家的那个大脑 读到自己的大脑里面 对 而且如果重复做的话 对不对 而且你要去想 今天学会的每一个文字 或是你讲的每句话 其实都是在附送附写当中 在你牙牙学语的时候去学得的 那你现在如果你要精进你的修辞 你应该要回到你的最婴儿时期的那一种 学习重复无聊单调 但你一定会进步 我还蛮后期 你之前本来一开始是在 公司工作的时候 在偷偷写文章 没有让人家知道的写 但是你后来你就决定要认真写 就是把工作就等于没有了 把它转过来 就是你整个人去转换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你是在创作的哪一个时间点 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在商业上 或者是在创作上 到了某一个算是指标吗 所以会让你觉得说 我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离开职场 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 我自己是对自己那种业绩 你真的是把我这么拼的人 摆在任何一个领域 我认为我都会是top one 因为我对于工作 永远都是追求的是超标 我也很享受那种 在组织当中被肯定的感觉 而且我很喜欢 就是因为我业绩很好 不是我的技巧很好 我很喜欢在开会的时候 海定别人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而且我讲话超酸的 你知道我很喜欢那种 斗争的感觉 对 我看你的书看得出来 你知道我们就是来自那种 非常斗争的那种电视台 所以你知道彼此 撕杀起来的时候 真的很过瘾 你知道吗 你一道跟我一见的 那对我而言就是说 当时就是一个月六千块 但是比我的月薪 实在是低太多了 然后后来就是 你知道你写写写 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出书 很多人都说出书又赚不到什么板税 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要讨好我底下记者 我当时已经出了两本书 而且两本书都是大卖的 然后我有讨好我底下记者 有一个记者他自己文笔还不错 那我是空降主管 我就跟他说 你的文笔不错 你要不要考虑出书 你知道我底下记者有多白目吗 他居然跟我说 这年代谁看书啊 干嘛要出书 何必呢 我心想说 你甘扎老娘我出了两本书 很不会聊天 没有他很讨厌我 因为我管他太多 对好那不重要 就是说我要说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做粉专 或是做任何自媒体的人 我都真的很鼓励你出书 因为出书 它会让你来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后你会为了跑宣传 你开始接触到不一样的人 而且你的品牌定位 会有一个新的高度 我要说一件事 我曾经跟我同样是做创作的作家说 他出第一本书的时候 我刚才有说 你会有两种心情 第一卖的好了 你的人生会整个失控 第二卖不好了 你会失落 我说与其失落 不如卖的好 让他失控 你过了多久的试用期之后 你开始觉得自己就是这一块了 我自己 因为我等于是有两次被迫离开职场 一次自愿离开职场 我在两次被迫的时候 其实内心都非常不舒服 而且真的是有那种大哭 因为你是一个战功标柄的一个职场人的时候 你没有想过有一天是因为其他原因 你变成你待不住 我到现在还在调试 因为我觉得我把我自己搞得太忙了 忙到我曾经有一天 在跑完新书屋的宣传 然后外加录完我的Podcast 外加开完我的粉砖的团 外加回忆完粉丝一大堆讯息之后 我真的躺在我家的双人床上面 然后我想着我到底欠人家几百万 然后搞成自己这样子 我都快往生了 你懂吗 你是欠你自己几百万 对对 想说家里到底是负债多少 可以搞到这样子 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样不行 所以我很开心 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已经到九月中了 我整个宣传期快要结束了 宣传期结束之后 你有要好好给自己放个家的那种 因为你刚刚聊到说你是自己必须得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总不能让自己一年四季都是很忙的状态 你总是要让自己有一个调试 但那不是跟老板请假 是跟自己请假 应该是说你知道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会觉得金钱是全部 可是你知道当你赚到一定的钱之后 其实你是花起来是很够的 那就会变成说你只是变成说你本来可能是买地摊货 变成你可能可以买到好一点的牌子 或者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以前可能就是只看减餐 现在可能可以点 我突然了解到一件事情 这个金钱能够带给我的快乐 也差不多到现在这样 所以我现在反而不再是一个金钱上的追逐 我自己反而会是在想说 我要如何调整一个平衡 所以我打算就是十月份的时候 给自己放一个大假 就是可能团也不开 然后就是好好的去旅游 就是你不要为了想要赚更多而继续拼命 你要设定说这个月好像这样子就可以过了 好那就先放空 对因为很多创作者我在跟他聊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一个旅行当作是某种创作的养分 或者是说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有一些很特定的一个模式在里面 比方说一定要先有一趟旅行完之后 然后再闭关 或是有的人他会是 我一定要每天早上去跑完步之后 我才开始写作 或是有些人一定要听着谁的音乐 你有特别去在你的创作上面 有一个很固定的pattern在里面 我没有仪式感 但我有责任感 就是说我以前不是做全职创作者的时候 我的责任感是起床之后就去上班 到公司之后打开那个电脑 才开始经营我的粉砖 就是加减这样 可是当我自己等于说你成为全职创作者 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会打开粉砖 然后之后第二件事情打开Podcast的后台 就是会变成说你的起床仪式变成是 你先看整个就是你所谓的你的创作 先看报表 对对你的报表 你可以说是你的公司整个今天的营运状况 对对对 有没有来店里这样 有没有破蛋 然后之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才去吃早餐 那我自己现在会觉得 我长期以来 如果你问我说 很多人都常会问我一个问题 很多创作者都会说 他一天只会在粉砖上面po一篇文章 或是固定礼拜三才po 或是怎么样 但我不太是走这个套路 是在于说 我认为能够感动你的 才能够感动别人 所以我大部分我的创作 你问我说我今天要写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呢 我也不会焦虑 我就会觉得 我就是过我的生活 那反正我可能走在路边 可能听到别人讲话或吵架 那我就会写下来 那可能我今天跟厂商洽谈公事 在我们之间沟通的进跟退当中 我去观察到人性 那个是通则 那我就会写下来 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我今天观察到什么 我可能一天可以发十几篇的文字 对po文 那我心中没有排成 也没有觉得限制 我认为就是 当我被这件事感动了 他软脑就很像上厕所一样 他必须现在就去排掉 po掉我才会舒服 等于你每天身上的那个五官 所有的感官要全开 你要很认真的去过生活 然后认真的去感受 身边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那些东西没有办法 像是书一样 可能累积到一顿时间在写 而是你马上就把那样子的心情 那样子的感受全部都写下来 对 而且我有一个规茂 就是说你看我粉丝团写这么多 我的po文量这么大 我没有一本书是集结我粉丝团的文章下去 早期第一本的时候 还有集结我那种过去写的长篇的文章 但是其实我到目前写出来讲 我都还是追求一件事情 他平常看免费的 他会感谢你 但是如果他今天花了两三百块去买你的书 他看到的还是跟免费的一样 他会不爽你 了解 对 所以我会很追求就是不让读者失望 所以会到写书的时候 我会重新再写新的东西 所以我大概会只能够两年出一本书 那个是有一个主题包住的 对 我希望做到一件事情 以后我的读者只要看到黄大明出书 他知道黄大明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所以他只要他不用再试约了 他可以直接买 直接买 对 哇今天真的是听了好多这种 这个算是创作过程的心酸史 对我们下一段节目呢 我们会继续请大明来跟我们分享 更多他的创作故事 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 哈喽是Kiss研究生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 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 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 导演 编剧 也邀请了创作歌手 部落客 YouTuber 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收听 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 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创作者说 每周四上线 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 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作家黄大铭 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 我觉得创作就是内心的黑洞 还有内心的树洞 当你把黑洞放进树洞里面 好好的说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最有魅力的故事 所以大铭你这个已经出到了第三本书 而且真的我看你的书 从书名就感觉是一个那个 在工作上面充满了各种不平的那种感觉 应该是说 我自己走过我的心路历程 就是我二十岁的时候 二十几岁出入职场的时候 我真的会觉得 我把职场当校园 你懂吗 就是我会觉得 大家就应该是要排队啊 不能抢位子啊 然后公司就应该是公平的对待每个员工啊 如果有不公平的时候 就很像以前去报告老师一样 要去报告主管啊 所以我的二十几岁的时候 对职场实在认知太浅薄 以至于我内心会常常受伤 那到三十几岁我当主管之后 我成为手上有权力的人了 那就会变成一件事情 我会变得太尖锐 因为你是一个可以行使权力的人的时候 其实你很多做事的时候 会很明快的可以去讲诚人 所以是顺利的 但是其实对自己的人生 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在心态上调整的比较好 档次来到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那个魔戒一带上去之后 是你在事业会成功 但是你在你的伴侣关系 或是家庭关系会失败 因为你再也不允许其他人有意见跟废话了 那我一直到现在四十几岁的时候 我自己回头看这些所谓的职场上面的一些规则 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跟所有的听众讲 你过去学到的那些道德 那个东西很重要 但是那个叫做应然 应该如此 整个社会应该如此 但是我要说 当你来到职场的时候 或是你在走跳社会的时候 你要讲的是时然 时然就是没有绝对的黑跟白 它有很多灰色的地带 还有很多时候你要回到一件事情 你碰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不要期待别人帮你 其实我在看你的书的时候的一种很深的感觉 是说 其实里面很多事情 应该真的就是大家都会发生过 对 但是在发生在身上的时候 其实你不会很真的去思考说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到底谁对谁错 但是在看你的书的过程当中 会感受到是 你可能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过一阵子了 你当下可能不是这么想的 但是过一阵子在回头看的时候 好像可以释怀的去 感受到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或是说 好像很多人也是没有办法的 是这样子的感觉 对 就是说我重新回头去看 包含我人生经历的感情的事情 我对于我的原先家庭当中 重男轻女的不能理解 我对于被劈腿这种哀伤 我从头 在用我四十几岁的角度去审视 当时候那个坐在角落受伤 挫折哭泣的女生的时候 我突然会觉得一件事情 我当时候认为我是对的 我现在也不觉得我有那么对 我当时认为我是受害者 在我被劈腿的时候 但是我现在回头去看就是说 那请问你为了这段爱情 你争取过什么 对 还有就是说 你面对你的情敌 来抢你的男朋友的时候 第一 你的男朋友要的东西 是你给得起的吗 第二 你的情敌是不是在敢要 这件事情上面比你勇敢 所以我自己再重新再去看 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我谈的是 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你自己 而不是你一直觉得 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受害者实在是一个最好扮演的角色了 你只要表现出脆弱 哭泣 然后你就可以成功诠释好那个受害者 可是扮演好受害者 他不会对你的人生有所帮助 而且大家也会受不了你提哭 你去想哭一天 大家还能够接受 但如果你自己像是梅雨季节一样 天天哭 天天哀伤 跟人家抱怨 其实大家会受不了的 所以我自己在书里面 就是在重新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学到的就是 那些你曾经认为的坏人 他身上可能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特质 如果你学起来 你的人生会走得更好 是 我觉得在 我非常喜欢你这本书里面的一个章节 因为那个也是我 我自己是认真思考过的问题 就是说 你有一章在写 期待被爱不如先爱自己 的这个故事 然后我真的就在想说 真的耶 我们到底跟父母的那一辈 这个价值观到底差异了多少 因为你聊到说 你有小时候你会觉得说 爸妈这样子对我 我就觉得好烦哦 那个不是一个 我们都没有在想同一件事情 但是你慢慢长大之后 你可以慢慢的去理解 父母那一个年代的一个 也不能说换位思考啦 但是最起码你可以思考的更远 去跟他分享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慢慢的把这件事情越看越清楚 我一直是活在 觉得我爸爸妈妈不够爱我 都只爱两个哥哥的一个 心理创痛当中 而且我那时候 以前我都非常的埋怨 甚至我自己在新闻工作 有所成就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我都中秋端午 收到很多礼物的时候 我都会疯狂的寄回我家 那寄回家 当然是孝顺 但是我觉得更深沉的 有某种意义 就是说 我要让我的父母知道 我是一个很棒的孩子 甚至我会觉得 我比哥哥们更棒 那在这一种 手足的竞争关系 跟对于父母不爱自己的 一个创痛当中 会变成说我知道我 此生无后路可靠 所以我一直在工作上 非常的拼命 第二件事情是说 你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我什么时候开始察觉到说 爸妈的难处是在于说 我养了流浪狗 而且从一只养到五只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我的爱是有轻重的 我是会偏心的 我对第一只最爱 我对最漂亮的最爱 我对后面就是三四五只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有一点 搞不清楚谁是谁了 你还是爱他们 你还是都会养他们 你还是会带他去看医生 可是他跟你之间感情的深刻度 没有那么密集 那我从养狗跟咬猫身上 突然了解 其实爱很难做到 每一个所谓的公平 那这是我对我父母的同理心 那后来就是 有一次我看到一部电影 我很推荐大家去找出来看这部电影 叫做我十岁离过婚 那当中的主角呢 是一个小女孩 她们是属于在中东地区 所以那个地方有同婚 那她爸爸一直都很爱她 但是呢 她爸爸会觉得 十岁了就应该要去嫁了 所以就把她嫁给四十几岁的男人 然后一个十岁 面对四十几岁的男人 要发生关系的时候 她真的是非常的惊恐 以及外加化又被家暴 还有被婆媳虐待 她就决定她要去申诉离婚 所以她就逃出去了 那当这个她申诉要离婚这件事情 她轰动了全球 大家都声援她 可是她爸爸跟她的哥哥 居然会觉得就是 她这个行为让整个家族蒙羞 然后她爸爸面对法官在谴责她的时候 就哭着说 我到底做错什么 全国全村子大家都不是这样吗 我到底做错什么 那我面对她爸爸从那么疼爱 那个镜头在移动的时候 你真的是看到她童年的时候 她爸爸带着她出去玩 一直到她在被法官谴责 然后她问我做错什么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 这个爸爸他不是一个不好的爸爸 他也为了养这个小女孩他们一家 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疲于奔命的在工作 那我突然想要说 我爸爸是不是也是像这样 被文化所捆绑 他认为不让我念国中 不让我升学 或者是在资源上给我比较少 并不是亏待 而是在她的认知当中 她看到的女生的被对待方式 养育方式就是如此 那你要想 我们现在是受过了大学研究所的 一个高等教育 所以我们有很多凡思的能力 那你要不要回头去想一想你的爸妈 他们可能是只有国小毕业 国中毕业 他每天生活的人的环境 是如此的扁平浅叠 他所有的人都不会教他有深度思考 跟独立思考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摆脱那个文化的捆绑的 我大概就是从看完那部电影之后 对我爸爸被文化捆绑这件事情 有了高度的理解 所以我就写下这一篇 就是与其被爱不如爱自己 是因为我也了解到一件事情 你知道众男群女家庭长大的女孩子 他都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是好的 是值得被爱的 但是我要很残酷的告诉你 不论你今天给了你家里几百万 几千万 你爸爸妈妈就是不会最爱你 你放心好了 那个没有为什么 爱跟不爱很多时候是没有为什么的 他像我现在 我是我们家的主要经济的一个负责的 我对我爸妈也非常孝顺 可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他们以我为荣 但是他们最爱的还是哥哥 那我自己会觉得那没有关系 因为我已经荣耀了我的人生 我常常说很多的时候 你常常会觉得你的人生可能有很多十字路口 然后你会思考 我是不是哪一条路我当时走了 我的人生会怎么样 我当时是不是跟谁交往了 我当时是不是怎么样之后 我的人生会有一条不同的轨迹 我是不是会过着怎么样的一个更好的人生 或者是从此怎么样 我告诉你此刻的我都没有 我觉得我所有过去的路都是正确的选择 你知道那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太爽了 你是说觉得爽你过去那个你才有办法更看得开 对你现在过得够爽 你过去不是没有犯错 是因为你现在把自己的人生走在太棒的轨迹上面了 所以即便你的犯错 你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必经的错误 它有它存在的意义 可是当你把自己的日子过不好的时候 你会一直在懊悔说 当时如果去接受那一家公司的应聘 当时如果跟那个男朋友在一起 当时跟那个女生在一起 我现在应该是怎么样 当你还会去思考这些你没有走的路的时候 就代表你没有把你自己现在的人生做好跟过好 所以你不是去思考那个衣服还有那个假如 而是要去想我要如何让此刻的我过得更好 哇真的讲太好了 拍手 谢谢 真的讲太好了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过去的选择 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想 尤其我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去想说 那些选择不管再怎么不好 已经是当下最好的决定了 因为你当下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做别人的选择 你当下没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做更好的选择 但是反正那已经是当下最好的决定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要来思考 我的明天更好的决定是什么 对没错 而不是去反省过去那个时候 而且我想要跟大家 尤其如果听这个podcast的节目的人 他你们一定可能是想要成为一个创作者 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说 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就是另外一个网红 我是威也 他那时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创作者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广告公司的经营者 当时有个情况 他发现他的客户开始找网红 就是做业配 在那一个好几年前 就是网红没有那么蓬勃 他突然讲说 网红怎么会那么好赚 还有网红做业配 还真的有导购效果 所以他当时就觉得说 好那我也要来当网红 所以他就开始盖了粉砖 然后自己开始经营自己 他是这样子当上了网红的 那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你自己先说你自己不行 才让这件事情变得不可能 那像他是一个比较开创性格的人 他只要看到哪个地方是属于有前途 可以赚钱的 他就会去喊加一 他就会觉得我要 所以你如果现在你心中觉得 你有一些想要过的生活 我不是说崇拜的人 我谈的是生活 你想要过的生活是怎么样 比如说你要住怎么样的房子 你要开怎么样的车 你要跟怎么样的伴侣什么的 你都去list出来 你把以结果为起点 以终为始 然后你去勾勒 你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 那你再去想 你要怎么样成为这样的创作者 去达成你那个期待的生活 然后不要认为自己 没有办法可以耀眼 我相信在四五年前的我 因为我的个性跟我也不一样 四五年前的我 我是不认为 我会成为所有的网红 或是自媒体经营者 甚至我也不会觉得说 有一天我可以靠网络上面的收入 超越我的薪水 你看我是一个一般人 所以我当时候也是受限了 可是我是我也不一样 他第一时间就会觉得 哇我要加入 了解了解 你这样忽然让我想到一个 我有个朋友就会一直常常说 要是我能够嫁给谁就好了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哇那你要看一下他老婆 之前是怎么努力 才有办法成为他老公的 就有时候好像真的是 你要去想的事情 其实不是看那一个表面 得把那个脉络找出来 才会知道说我到底走这条路 是不是可以的 或是是不是一条正确的路 对不对 我想要跟研究生分享 你刚提到就是说 有女生就想说 我要嫁给那一个豪门 或是说我要 我要就是 跟一个帅的老公在一起 我要分享 我以前在电视台 我真的看到很多女生 为了这个很努力 他们真的是 毛起来整形 毛起来 砸在自己的皮肤保养 毛起来砸在健身 然后毛起来 去那种有钱会出路的地方 有没有用 有 你就算没有那一种 富可敌果的大开 你至少会可以 把他中开跟小开 然后也顺利嫁进去 是一个坎 之后会不会婚姻幸福 是另外一个坎 另外一件事情 对 但是我要了解到一件事 我在他们身上 了解到一件事情 美丽不肤浅 美丽是需要 多大的努力 去经营出来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即便是这一种 这么传统的 我要依附在别人身上 其实你也是要去 设定目标去努力 甚至你要跟你自己讲 我今天如果能够 减肥瘦一公斤 少吃一口饭 我就是在接近幸福 接近我想要的人生 真的耶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下次碰到有这样子的说法 我就要说 你是不是应该把衣服换一换 头发整理一下 对 还有你要问他说 那你以后是不是要 少吃几口饭 真的喔 你要什么东西 你总是要接近 那一件事情 近一点点嘛 我都没有聊到你的书名 你的书名是你自己想的吗 书名叫可以强 他也可以示弱 然后当时是有做过一些讨论 然后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就是说我已经是在职场上练就出很刚强 而且非常明快去解决很多事情的能力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 我是记者 我是媒体的主管 我代表的是电视台 所以我们是一个不会轻易去说抱歉的 因为你道的歉不是你自己个人 你代表的是新闻的尊严 你代表的是公司的面子 所以我已经是非常的强悍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很难说对不起 我很难示弱 所以我曾经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家的猫咪就是取名叫做对不起 因为我要练习就是去讲对不起 每天讲这句话 我跟你讲 我一天到晚都说对不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你在哪里 对不起你在哪 对不起吃饭 对不起乖 对不起好棒 就是我透过这样语言的力量 我现在超会说对不起的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太会示弱 可是不太会示弱 不代表你不会犯错 而且你会常常因为你的不会示弱 不会同理 你会让彼此的关系陷入在一个僵局 很多时候对方不是要你怎样 他只是需要一个道歉 那你只要给他这件事情就据点 那所以我当时在书名的时候 一开始的设定是 跟出版社谈的时候是可以示弱 也可以强悍 可是就在要快要出出的钱 我突然想到说不对 现在的女生 很多的女孩子 他并不是像你这样子已经在职场征战的快要20年了 他没有那么强悍 所以他们需要的是有一个人告诉他 你强悍是OK的哦 你强势是OK的哦 你有魄力是OK的哦 所以后来就改名叫做可以强悍也可以示弱 这真的蛮有趣的一件事 你刚才聊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说 因为可以强悍也可以示弱嘛 然后大家可能会去挑一个 我们本来的好意是 你要去补齐你没有的那一部分 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去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对啊我就继续示弱也没关系啊 或者是强悍的人就觉得 那我就继续强悍也没关系啊 其实不是对不对 这个有的时候他那个平衡点是最困难的 我觉得那个荧光笔你要画在哪儿 当你这个被这个书名打动的时候 你就问你自己 你需要到底是强悍还是示弱 我跟你讲我媒体圈的属下 他们拿到这本书 他告诉我说 欧米姐 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突然反省说 我有多久没有示弱了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女孩子 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是想着说 天啊我已经多久没有坚持我自己 还有多久没有强悍了 还有多久没有跟别人吵架了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沉淀你自己 你到底是缺的是什么 第二是 我觉得他强悍跟示弱 他是两把刀 你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玩 拿出来耍 为什么 你说示弱 他不是一把刀吗 他也是一把刀啊 我告诉你 我很多时候 因为我知道我很能干 但有时候我示弱是因为 我想要让对方感受好 以及我想要让事情落幕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跟厂商之间 闹不开心的时候 我都会说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那我真的很抱歉 所以我们还是要怎么样 就是说我的示弱 是为了把事情继续下去 你看起来好像就是我柔柔的 然后跟他说对不起啦 不好意思啦 都是我错啦 那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那我们可能什么东西 改换一下品项啊 改换一下档期啊 或者是 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清楚合约啦 那没有投放广告这件事 不好意思 就是我所有的示弱 它是另外一种刀子 也是在帮助我达成我的目标 那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时候去使出你的强悍 什么时候使出你的示弱 它的核心的东西叫做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是要为了那个目标 而在此刻放软身段 或者是站起来拍桌大骂他 工作上跟人生交友上 真的也是蛮不一样的 对就是有一种 你刚才在想说 我就在想说 或许我自己也都会 好像对家人都太强悍了一点 然后对工作都比较失落一点 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好像更熟的人 你就可以好像多说一点 但是碰到不熟的人又会怎么样 它中间的那个平衡点 其实真的是你每一件事情 碰到的时候 你会在脑中里面去想说 到底这个人生观 到底应该怎样 然后我现在到底 要为了这件事情 我该怎么面对它 我很鼓励大家一件事情 当你跟你的亲密关系的人 或者是你原生家庭的父母 闹僵了吵架的时候 你第一个念头是想的是 他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 第二次讲的是 这个对不起 是不是可以让他好过一点 我那时候跟我妈闹得不开心 然后我已经想不起什么事 你看我已经想不起什么事了 但我很确定我妈不开心 而且我妈又受伤 那我那时候电话已经挂了 然后大概就走了两三家店吧 就是走了一下之后 我就决定打电话 你要去想我们是一个男铺 非常传统的家庭 在我们家是没有那一种 请谢谢对不起 没有再过生日的那一种 所以我那一时候 立刻打电话给他 跟我妈说 妈我给你说一下失礼 不好意思 你不要太气了 你知道吗 他也不太习惯 他女儿突然会对他示弱 所以有点窘 他就见你知道乡下妈妈就说 好啦好啦 没啦 你就是这样啦 好啦 你脾气要改啦 然后就挂电话 但是我知道他接受到我的善意了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是说 能干的人喔 示弱会让你就是人生走得更顺 那你有一定的资历之后 强悍可以让你开疆屁图 但你什么都不是 你什么资历都没有的时候 记得态度好就是你的力气 你只要对前辈都会说 好啊 我愿意啊 我可以帮你啊 然后前辈就会觉得 这个小孩子可以教 所以你知道吗 菜鸟 中鸟 老鸟 他要拿出来的手 要武器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随着你的翅膀的强硬度去瞧着 自己的心态也蛮重要的 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心里想的啦 或者是安抚自己的心情也是蛮重要的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爱这个人 他不好过你也不会开心的啦 对 没错 所以你跟他感觉上面是让他好过 事实上你也在让你好过 还有一件事情 话不用讲到那么满 难听的话不用讲到那么多 他其实就听懂了 你其实只要讲出一点点 然后接这一句 我要分享给大家 你就要告诉他说 好啦 我知道你知道了 我再讲下去会难听 那我不想要说了 他就知道你的退让跟你的包容了 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 黄大女哈拉王兼金巨王 真的非常厉害 最后你能不能一两句话 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你的创作当中 你希望大家从里面感受到什么 我希望大家感受到真实的力量 还有就是面对挫折 知道一件事情 它都会过去 然后你所有的伤痛都不孤单 你当你有伤痛的时候 不要像溺水一样 急着去找朋友 赶快去找一本书 书里面一定会有答案 这是我要给所有的 就是听这一集节目的人 还有受挫 受困的人的一个分享 另外一个我要给创作者的 鼓励的话是说 你要相信就是你的 芝麻绿豆大家事情都会有人在乎 然后你不用成为别人 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好好经营好你这一家庙 然后写下你最真诚的事情 你这一家庙就会逐渐香火鼎盛 然后就会有信中前来 因为你就是他们的名灯 哇 谢谢黄大米哈拉王 谢谢 谢谢 到底你的节目 有没有哈拉王三个字 有有有 我跟你讲 其实啊 黄大米哈拉王跟米粉汤 都还有在更新 只是哈拉王有时候就是会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 可能更新一集 或是两个礼拜更新一集 但是 我都很希望就是 大家透过收听我的节目的时候 可以在人生当中找到力量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 谢谢创作者 谢谢 谢谢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收听 如果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帮我在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 我们下集节目见咯 拜拜 拜拜 人生经历中 往往会碰到一些 不顺心的事情 有点挫折 不如人意 但正因为走过了这些 回头去看 才会觉得现在的脚步 更踏实而完整 黄大米聊到 可以强悍 也可以示弱 这不只是在人生路上的选择 更是一个对职场 对人际关系的磨合 与相处模式 很多时候 大家因为立场不同 人生经历不同 面对彼此时的摩擦 难以避免 但往往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扮演坏人 只是希望彼此开心 事情顺利吧 如何把事情看开 或是看淡 这也是我们每天沉淀过后 会不知不觉思考的课题 谢谢你收听 这一集的创作者说 我是Kiss研究生 我们下集节目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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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